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究主开发流程就OK了 这个难点也不是很多 这是咱们刚才做的这个界面 这是咱们把点的问题也处理了一下 拖动的时候开始体验 这是咱们向导界面 当然点击开始体验之后就进入主界面了 下一步咱就开发主界面了 之前讲的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现在开始开发主界面 那是相当于第二阶段了 第一阶段的已经完工了 第二阶段咱们主界面 那主界面都有哪些部分组成的 咱们先来看一下老的 看一下老北京的 老北京 激透卷还是出来了 看一下 开始体验 体验完之后这是咱们主界面 好 现在咱们开始做第二阶段的分析 这个主界面有哪些部分组成的 哪些部分组成的 好 一个个我拍个照片 咱们来分析一下 好 拍个照片 好 这是一个 这是咱手艺吧 是不是 好 我把这个几个照片拍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找到一定的规律 只要找到规律 咱写代码就很容易了 你写代码就可以 所以一封装下面一调用就OK了 好 现在弄小一点 好 现在我们做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它有这么几个界面 就这么几个界面 好 这是新闻中心 好 这样更好 现在我没有服务器是不是 这样更好 因为等下新闻中心的内容 很多怕你走弯路 好 在这里 如果它没有数据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就这么几个界面 好 你这个几个界面看起来 有什么区别没有 好 咱们再拍个照片 好 生活的再给它来一个 它一共有多少呢 一共有五个对不对 它一共有五个 好 能小一点 好 这是智慧服务的 这是智慧北京的 首页的 这是智慧服务的 还有什么的 还有政务的 还有设置的是不是 它基本上长得都一样 那既然长得一样 暂时就可以抽取了 是不是 好 抽取了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啊 看一下 这里当我点击首页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小按钮 是吧 好 当我点击智慧服务的时候 是不是有小按钮 小按钮 你点击出来什么效果呢 什么左车菜单啊 现在我没有数据嘛 是不是 也说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从来左车菜单 我把数据给你看一下 start啊 好 服务器其中呢 我们再来看 好 新闻中心 是不是就有数据了 好 我再滑风扯啊 是不是就有数据了 是不是 也就是咱这个组界面 首先咱分析一下啊 这个组界面 第一个 这个组界面的五部分 就是这五个页面 除了这五个页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界面 是不是就是测滑菜单这个界面 它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这么一个效果啊 假设 这是我的手机屏幕 假设 这是我的手机屏幕 好 我先放到这里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界面呢 咱们先放一个过来 好 刚好 是吧 这是啥界面 它其实在左车部分 是不是还有一个功能啊 左车部分还有一个功能 好 我拍个照片 好 咱们再拍个照片 把左车的给它拍出来 好 copy一下 然后呢 我这里沾一下 好 让它边小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这是咱的一部分啊 我可以这样去做一下 挡一下 好 大家看 就这么一个效果 有点主界面是显示这个 其实是不是还有策划餐单啊 只不过刚开始是不是映成的 只要你一点点 它是不是就从界面中进行显示了 所以说这个主界面呢 它是由两部分来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左车餐单 第二部分是不是主界面 是这样 好 经过咱分析之后 咱这个主界面 咱就知道 有两部分来组成的 好 等一下咱们再进入里面 首先从外形来看 它有两部分 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咱的左界面 第二部分就是策划餐单 那这个功能 咱们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界面 没有吧 好 这个功能做起来呢 也比较努力 我们只要使用一种开源框架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种问题 开源框架 也就是这个里面 咱们要使用几个开源框架 打开网络 好 啊 怎么啦 看完框架怎么啦 好 是吧 好 是吧 好 别摄啊 哎 怎么网络不给力啊 怎么网络不给力啊 嗯 打没啥 好 接着哈 好 接着哈巴呢 咱们之前介绍过 这里面有很多个开源项目 很多个开源项目 然后呢 咱们从这里面可以去找一点 好 找一点 好 搜索什么呢 咱们就是sleding manual 就是策划菜单 好 sleding manual 策划菜单搜索一下 好 是不是一样就搜索到了 是不是啊 咱们搜索加码了 叫个加码玻璃 有很多原版的啊 c-sup也有 是不是啊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通过这个一看就知道 那这个是应该是点赞的是吧 啊 点赞的有7000多是 这个呢 咱们就知道了 是不是有人分架出来 继续开发的 是不是啊 咱们讲 技术工具的时候 可以把人家的项目分架出来 是不是啊 分架点也最多 这个也最多 说明这个框架比较成熟 好 我们点击看一看啊 好 点击进来 好 就是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 然后这个框架呢 这里有个刀维路的 ZIP可吃啊 可以下载过来 我们下载一下 看网速怎么样啊 好 我就下载到科生表里 打开就行 看网速怎么样 网速还还行 两分钟就下载完了 是吧 是吧 好 还算可以啊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人家的介绍啊 这个史立定manu 史立manu 这是英文的 是吧 英文的话 其实呢 我们只要看出 主要几个单词的意思 就可以大致分析出来了 好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选项 选项 然后呢 这里面看一下它的 怎么去使用啊 怎么去使用 然后这里面就是什么呢 simple example 这是使用那个样例 是吧 使用那个样例 要使用这个测划拆拆呢 这几行代码 其实就搞定了 这几行代码 其实就搞定了 然后这就讲到什么呢 史立定manu的一个 XM固局 好 XM固局 就完事了 是吧 那现在你一想知道怎么用了 你首先把它下载下来 看下载成功了没有 还可以 还可以 一分多钟的话 不着急 下一下 好 它下载成功之后 咱们现在研究啊 这个框架怎么去做 知道怎么做之后 咱就把它再导入到什么呢 咱们这个项目中来 咱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任何使用看员框架 都是抢这种步骤的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看员框架 完成的是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呢 这个功能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如果是你所需要的 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研究一下怎么用 怎么用 研究出来之后呢 怎么用之后 然后就把这个导入到你的 工程里面了 导入工程里面之后 你就直接可以做开发用了 这个框完色了 还有12秒 下完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 也都这个 先给大家介绍这个 开源项目 我先做个笔记 Sleading menu 这个开源框架 开源框架 好 首先呢 是登录 3w6.gettub.com 去搜索 去搜索 看源框架 搜索 看源项目 或者看源框架 搜索出来之后呢 第二个就是下载 第三个就是使用 好 重点就是怎么用 重点就是怎么用 现在已经下载成功了 好 打开文件夹 然后呢 把它解压一下 剪切一下 直接放到咱那个目录下 其实之前已经下载过了 只能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呢 连文件夹都没见到 也太少设了 这是开源框架 等弄完之后 把那个文件目录整理一下 好 跳下来之后 咱解压一下 解压一下 解压完之后呢 现在我要想怎么用 是不是呢 想怎么用 这里有个什么呢 Reading me Reading me呢 其实你也看不懂 其实还是咱看那个 页面上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 这个文字还是页面上的 你看不懂 直接看例子 怎么看例子呢 是把它导入到咱的工程里面去 好 你要导入咱的工程里面去 怎么导呢 看一下 好 打开咱的工程 现在我们右边 InCode 导入工程 当然 导入安卓 成立的代码 到咱的工程里面来 然后呢 选择咱这个目录 好 62 然后呢 选择咱智慧委经第一天 那么开源框架 这个Sleding Must 好 确定一下 好大家看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是例子 一个是什么 酷 是不是啊 好 那改个名字啊 改个名字 好 这个叫做SledingMenu SledingMenu 单位 是吧 这是样例 然后呢 这个叫做SledingMenu的酷 好 改个名字啊 好 下面怎么方便去使用 SledingMenu的酷 然后呢 Copy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 导入到咱的工作空间里 是吧 把这个都导入到咱的工作空间里 是吧 分进去一下 好 导过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报错了是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Liberate 报的什么错 好 首先我改下这个 首先 19 好 他就 因为这个法码 4.3的法码 我这里没有对应的SDK 啊 这里只有15的 19的 把他们弄成19的 然后呢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错 是不是 同样的 他们也让他改成什么呢 也让他改成19 好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从这里上来看 他干了哪些事情呢 好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引用了两个酷啊 引用了两个酷 我们来右键 引用的酷在哪里看呢 这里有个安卓 好 大家看是不是引用了两个酷 咱们导入这个原法的时候 唯一一点的 一点的导入 是不是只出现两个啊 一个是自己的Demo 一个是酷 那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酷啊 好 现在我现在 因为酷明改了 是不是 所以他找不到了 我现在都把它移除掉 都把它移除掉 首先我加带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酷啊 好 这个酷 然后呢 应用一下 好 这个酷算是有了 那么这个代码是不是 还是有错 还是有错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咱们刚来看这个代码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有个酷 没加带过来 是不是 他还有个酷 好 那个酷是什么呢 这里是另外一个酷了 他 他做的不好 就是没有把那个酷随着 让人下载的路径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还要让人单独去搞 这个 他做的还不是很好 先让人们找一下 在sliding menu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是那个链接 还有一个就是ABS 就这个 ActionBar ABS ABS 刚才咱们看那个酷饼子的时候 它里有个默认的指标的ABS 你看一下 我找到sliding menu 然后呢 master 然后找到这个example 然后找到它的清单 这个属性文件 你上来看一眼 大家看是不是导入这个酷 ABS 是不是 ABS 可不是夹到里面的防暴室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简称是 这是个简称 大家看一下 ABS 它这个简称就是ActionBar ActionBar 好 现在我把它解一下 我把它解压一下 好 全部是 已经解压过了 是吧 好 是不是就是这个 好 这个酷呢 我把它导入一下 我把它导入一下 好 打开来那个工程 现在我再把那个酷导入一下 import 存在的工程 存在那里面积极去找 62 错了 D盘 62 就回北京 资料 资料里咱们的开源框架 开源项目 是吧 ABS 是不是就是它 是吧 好 这里有很多 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 有很多的话 没必要全部导入 没必要全部导入 好 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都有些什么 这是什么呢 I-18A是什么呢 Internationalization 是吧 英文不是很标准啊 它是一个中间是有18个字母组织 那个20个字母组织 但只就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然后呢 Internationalization 是吧 这是国际化的一个简称 一般我们叫做I-18A 好 国际化来源不用看了 是吧 不用看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几个样式是吧 样式咱也不用看了 这里是什么呢 Simple list 能打一下 这个是控制台的是吧 这个是Demo 怎么用一个Demo 来看一下效果 全全也没有关系 把它弄进来 好 分进去一下 好 这里导入错误 也是因为呢 那个包不一样 我看一下这里啊 Simple list 4.0的 那19的 好 不需要这么多 好 这里把它删掉 咱刚才没有copy到工程里面来的时候呢 好 就不删除到原目录了 好 这张Sleading menu的 这是咱这个Shared Lock的 这个也把它关闭掉 Close掉 然后呢 这个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它的错误还比较多是吧 看 这是什么包的错误 亲爱的Lock 是吧 我省下来看一下 看下它是不是一个cool 这个勾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levelcool 是吧 是吧 那个cool 咱们 其实咱ActionBus 是没用上的 但是它需要依赖这个架板键 所以咱们这里面就可以把它干掉 给它干掉 但是这个错误也太多了是吧 错误太多的话 我算了 我不看了 我自己给你写个例子出来让你看一下 好 它有错 也就是它这个例子呢 它有说咱又运行不了了 因为它里面用到的ActionBus 它用不了 也就是说它有很多错误 现在我自己给你写一个代码 既然咱们就不要这个了 我自己给你写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它的库就行了 我只要它的库 因为它这个界面告诉我是怎么用了 是吧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界面里面告诉我这个代码是怎么用了 是不是 它既成一个谁都告诉我了 所以说我直接这样写就行了 好 现在我给你写一个案例 好 安卓工程 好 叫做SledingManual SledingManual 单位 好 现在我创建这个工程 这个叫做IT黑码 就是吧 好 咱们用这个来做一下 首先呢 我要把这个Activity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好 你用到什么你就改什么 前面就是Sleding 现在找不到是吧 找不到 我就弄回了 好 这是原生的功能 首先我第一步时间要给它什么呢 导入它的库文件 是吧 ADD SledingManual 好 应用一下 好 这是这个库的签名文件 是吧 签名文件 好 现在我可以在这里面去用了 好 刷新一下工程 清理一下 好 现在我看一下这个库有没有导入过来 Sleding 好 是不是已经导入过来了 Sleding 如果你是想这个菜单的话 你用SledingActivity就行了 如果你想用Fragment的话 就寄定什么呢 SledingFragmentActivity 那等下两位可以通过Fragment来做一下 所以我直接给你用这个Fully来做一下就行了 好 我改成这个类之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包已经导入过来 它为什么还报错呢 就是因为这个权限要修改一下 也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路径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BuildPass路径 这个路径已经改过来了 这里为什么报错呢 是全线的问题啊 全线的问题 改到Public就可以了 好 删掉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倒下包 保存 V4的架包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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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酷的架包 这个Library 的架包是安卓点V4的架包 删掉一个是吧 删掉一个 删掉这个 它有错了是吧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再复制过来 它传来架包冲突是吧 好 BuildPass 给它加到这个BuildPass里面来 然后把自己的 它原生的姿势 给它 原生的给它删掉 你摸一下 好 再摸一下 好 是不是就没错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记得它之后 下面应该怎么去用呢 给它做个笔记 笔记呢 笔记呢 我笔记怎么关了 打开 第一天 这个 这个 好 最后面就是使用步骤 使用步骤 好 使用步骤 好 第一步呢 把那个拷费一下 也就是说 导入这个库 导入这个Sleding menu的Library库 Library库 Library库 好 第二步呢 修改这个Activity 为Sleding Sleding 然后呢 这里那个XXX 然后呢 Activity 因为根据你的需求不一样 你可以继续不同的Activity 咱们这个Activity呢 因为咱们等一下用到FragMod 来进行布局的替换 所以咱们用FragMod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里面有什么信息组成的呢 好 直接给它说一下 我先写个例子出来你看一眼 有的 第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界面 就是刚才咱们分析的 一个是主界面 一个是侧华菜单 其实呢 你也可以做成什么呢 右边也有可能有个侧华菜单 有的 这是左边的 还有可能是右边的 比如说你滑左边 左边出来 有可能滑右边 右边是不是也出来了 是不是 也就是它整个部品呢 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就是左侧的 第二个就是自己的主要内容 第三个就是隐藏的右侧的菜单 有三部分组成 那现在我跟你演示一下 第一步设置主界面 设置主界面 设置主界面 设置主界面呢 就是shed 跟tent 和u 现在我把那个主界面呢 改造一下 改造一下 我直接拿个 这个也不要了 我直接拿个background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给它拿个背景图片 拿个背景图片 比如说 红色 红色 好 给大家看 就变成大红色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设置这个左组界面 就是咱这个中间那种 主界面 然后还有个什么呢 设置左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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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左侧界面用什么呢 用sat behind and kontent view behind kontent view behind 就是什么隐藏的 就是设置左侧界面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 也给大家借个布局 好 找到布局文件 然后这个呢 再贴一个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activity left left 然后呢 把它给删掉 好 这是左侧的 好 左侧的话 然后我给它改个颜色 好 红绿蓝 我就给它来个绿色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也给它来个布局 就是art.layout 这个就是left 好 这是设置左侧这个界面的 好 设置好这两个界面之后 然后下个就是什么呢 设置 第三步就是设置 滑动 模式 好 设置滑动模式 好我们来看一眼 设置滑动模式 需要什么呢 需要获取到 啊 需要获取这个sleding menu 来 设置 需要获取 sleding menu 那设置 那设置 首先我获取啊 sleding menu 就是gap sleding menu 啊 就是滑动的菜单 好 符个本地变量 假设叫做manu 然后呢 通过manu呢 来设置一下它的滑动模式 好 sled model sled model 好这个model呢 有几种呢 我们来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里也有啊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设置model啊 这个model呢 有三种 有三种 一种是左侧滑动 一种是右侧滑动 一种是全部滑动 啊 我们来看sleding menu里面 看一下啊 好 点 好 这里是什么呢 sled是left 这是left 这是left加left 如果是选择这个的话 是左右两个都可以滑出来 是不是啊 把他们一个个栏 先转是这样左边的 也就是设置左侧可以滑出来 左侧侧单 左侧侧单 可以滑出来 滑动出来 好 甚至左侧侧单可以滑动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啊 也就是说 再来一个这个设置 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滑动啊 sled 啊 85model sled 那个 85这个model 找一下这个方法 从这里看一下啊 这里有这么一个话 就是touchmodel 85是吧 sled touchmodel85 找一下sled touchmodel85 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用呢 这个是用来设置 这是你滑动的点的位置的 滑动的点的位置的 滑动的点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啊 sleding menu 点 这里面也有很多个参数 也有很多个参数 然后这个参数有哪些值呢 你可以从全屏来滑出来呢 touchmodel touchmodel 这是什么呢 在全屏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滑动 也说这个是设置屏幕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滑动 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滑动出来 都可以滑动出来 都可以滑动出来 然后滑动出来之后 他要滑动多少距离呢 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 看这里面其实都有啊 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设置他的 呃 布局文件 然后呢 这里面设置 他有没有设置他的距离啊 没有 没有到咱们自己设置啊 就是他滑动的是 在屏幕上有多少的距离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他滑动的是 啊 就是赛和 825 offset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设置他behand的一个offset 好 这个子 这个子呢 是一个像素点 像素点 好 这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设置成 250个像素 啊 250个像素 啊 这是设置主界面 啊 剩余的位置 剩余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滑动左侧菜单 假设咱们是300i x 480的 啊 也就是横向是300i 那这样的话 他只有流通什么呢 只有70的位置 给给左侧菜单了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好 现在我把这个右键运行一下 好 运行在咱们这个小的模拟器上 好 安装 好 安装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是小的模拟器 好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好 这里有个左侧车单 一滑就出来了 是不是 一滑 比如我设置屏幕上 任何一个都可以滑动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里看到 这个位置 这样也可以把它滑出来 是不是 边缘上也可以滑动出来 那滑动的距离是多少呢 这里面我设置它的什么 Behind Offset 这是什么呢 这是设置它的 剩余的距离 就是隐藏这个距离 隐藏的距离 其实就是设置 组界面剩余的位置 好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 你看我一滑出来 它是不是只能滑这么多 我这个是300A乘400 也就是宽度是300A 我预留了250 是不是它只有剩70的像素的宽度 是不是 好 这个设置它 你也可以更避免的虚拟来 如果你设置比较小的话 它要可以滑到多少距离啊 200A了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下 好 一行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滑中这么多啊 对不对 可以滑中这么多 好 就是这么一个系统 你可以滑回来 是不是 好 就是侧滑餐单 那么右边的餐单呢 其实也可以滑出来 右边的餐单也可以滑出来 现在我再给大家设这个右边的餐单 好 当然讲这个 智慧北京里面 就不存在右侧餐单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好 啊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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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好 右边的餐单 然后呢 我设置一下它的 这个模式 好 设置好之后呢 首先我设置一下它右边的这个界面啊 好 设置 好 设置右边测华菜单的 界面 好 设置它的界面 然后通过menu来设置啊 点sack 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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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啊 找一下啊 sack sack 一个布局文件 到这些 back com 的 i 应该不是这个 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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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个麦牛 第2个麦了其实就是右侧菜单的麦牛 然后呢 你们给哪个布局啊 啊 点这个layout的点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赚是让 叫做赚 然后呢 咱们要是改变啊 这个模式 现在我这个模式是不是只有左侧可以滑出来啊 大家看一下 我要改成什么呢 什么左右侧都可以发动出来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右键运行一下 好 这是左侧的是吧 好 大家看 是不是右侧的是不是也有啊 是不是啊 这是右侧的 这是左侧的 是不是都可以滑动出来 对不对 都可以滑动出来 这是这个啊 这是这个 这是滑动的模式 滑动的模式有三个 还有就是什么 触摸的模式 触摸的模式它也有几种 我们看一下 一个都是全屏的 一个都是什么的 market 就是边上才可以拖动出来 一个都是什么呢 就是不可以拖动出来 是不是 有些情况下 我们是不让它拖动出来的 有些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让出来的 这两个用的比较多 啊 这两个比较比较多 啊 现在这个大家知道之后呢 我先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功能加到我们这个里面去了 啊 首先是什么呢 啊 设置 主界面 好 设置 主界面 用什么呢 用这个代码 好 这咱的设置 咱的 主界面 好 这咱的设置 主界面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什么呢 设置 左侧菜单 设置 主界面 设置 左侧的菜单界面 啊 左侧的菜单界面 啊 左侧的菜单界面呢 咱们用这个 这是设置 左侧的菜单界面 好 弄一下 然后呢 第四 下一步就是设置 它的模式 啊 设置 啊 设置 拖动的模式 或者咱们在设置 右侧菜单 好 设置 右侧菜单 右侧菜单 那么 右侧菜单呢 咱们来 把这个代码给它弄 右侧菜单就是这个 右侧菜单 把这个形形删掉 要在通过程度的这个 这个s586 power HIM Asperer 这个名的 这个 这个 这真实的谈appelle 好 这是设置 右侧菜单 然后呢 再来 第六个 就是设置模式 好 设置的菜单的模式 模式 这个模式呢有三种 模式呢有三种 分别是什么呢 left right 然后呢left加right left加right 好这个是只有左侧的 这个只有右侧的 左右侧都可以滑动了 好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最后一步就是设置它的触摸的方式 设置菜单的触摸方式 触摸方式呢也有三种 也有三种 也有三种 这三种呢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全屏的 把它写一下 就是这个全屏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边缘的 好这个就是marker 就是只有在旁边边缘角落的部分 才可以把它拖动出来 好再一个就是什么呢 不可以拖动的 好第三个就是不可以拖动的 就是不可以拖动 解释一下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拖动 好这是屏幕上 任何个位置都可以拖动出来 任何位置都可以拖动出来 然后中间的这个是什么呢 只有在边界才可以出来 边界才可以拖动 才可以拖动 好 这是这三种 好 这上面很简单就是左侧的 就是只有左侧 只有左侧 然后这个是只有右侧 这个是左右侧都有 左右侧都有 好这个是史立定的一个使用的步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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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